中文字幕 李宗盛 乾淨的碳 跟超超臨界的設備 會有助於降低污染源的排放 不管它是什麼樣的煤 它就是煤 它跟天然氣就是有一個 實質上的不同 就在行政院長賴清德 一具乾淨的煤消毒散成出洋相 但這一季高飛犧牲打 成功讓民眾視線 從深澳轉到號稱 台電市分電廠的領口發電廠 1968年正值台灣工業起飛 領口發電廠在用電需求大增之際上線運轉 40年老電廠2014年退役拆除 新一號機2015年9月點火運轉 指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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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發燈害羞靈病的 肺水棒跳脫 肺水棒跳脫 請派員到現場檢查 嚴肅聽到此規則 嚴肅嚴肅 指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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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現在馬上過去 眼睛緊盯2號機超過千項的監測項目 這裡是領口電廠的中控室 現在我們造訪的現在已經運轉 兩年的1號機正在進行停機 並且維持一個月的大收益 因此現在領口8電廠的供電 都來自於2號機組 每小時發電量相當於3200戶 四口之家一個月用電 高效率關鍵 台電帶我們穿過複雜管線 指通核心 揭開超超臨界的神秘面紗 我們超超臨界鍋爐最大的特徵 就是我們的高壓器機的 進氣的主蒸氣壓 主蒸氣管路 是往哪裡 它是送到我們的高壓器機那個地方 去推動我們的發電機 呈現顆粒狀的煤塊 會先進入了粉煤機磨成細粉之後 就會透過這個管道直接送進鍋爐 而現在我們在這邊可以感受到 一點點的熱度 因為這就是超超臨界的基礎 在這邊透過更高的溫度 更大的壓力 使得整體電量高效率低排放 600度高溫 25百萬怕勾壓 減少燃料消耗 送入煙囪前 再經過除塵 除硫 除氮氧化物 電廠總耗資1525億 砸了400多億做環保設備 自豪排出的煙透明無色 但看不見的污染呢 我們不敢講說燃煤 使用所謂的超超臨界機組 完完全全可以像燃氣電廠那麼好 我們只是說很接近它 那它的污染量已經降到設備的極限 以排放濃度來說 它目前的這個我們對它的要求 已經是非常非常的嚴格 以濃度的管制來看的話 那可能它這個電廠都是符合我們的 排放的標準 但是它畢竟還是有污染物排放出來 所以說這個污染物到了空氣之中 就一定對我們的空氣會有影響 如果超超臨界就能做得徹底 那又何不讓全台現行燃煤電廠直接加裝 反而轉向發展燃氣電廠 多繞一圈 勞民傷財 政府的能源政策已經已經宣誓 我們在2020年的時候 我們要達到的是燃氣是50% 燃煤是30% 然後再生能源是20% 新建的電廠是以燃氣為主 那燃煤電廠它還是有需要 因為燃煤電廠在煤的儲存 是相對於其他的能源的儲存 是相對的簡單 即使比舊機組減少十分之一排放 根據中興大學教授莊秉潔研究模擬 本口電廠 氮氧化物排放量 仍達燃氣電廠1.84倍 懸浮為例48倍 但現行PM2.5並無法規標準 當然能符合規定 它相對於天然氣發電 它在濃度或排放量方面 它也是差了非常多 最多可以到138倍 我們新北市一直以來的訴求 就是說我們雖然不反對新建電廠 可是我們希望有多樣的一些選擇 從頭到尾 台電都告訴我們 只有燃煤一個選項 林口電廠被視為乾淨選項 賴清德出面背書 書解缺點 卻說一套做一套 仍以燃氣為大方向 顯然燃煤要環保 仍有系統極限 政府沒交代的真相 2025非核家園的代價 百姓想清楚了嗎